本國電信集團羅渣士提出收購銷市傳訊計劃 被質疑減少流動通訊服務的競爭 並以出售銷市旗下Freedom作為條件 但聯邦競爭局指 出售Freedom並不足以抵消公司合併所帶來的損害 世間新報道 羅渣士傳訊Rogers在去年3月提出 以260億元收購亞省卡加利維基地的銷市傳訊Shop 而作為獲得監管當局 和聯邦政府同意收購的條件 羅渣士預期將會出售銷市旗下的流動通訊公司Freedom 但聯邦競爭局日前確認日品仲裁處阻止 計局方指收購案會推高收費 令服務更差和減少選擇後 相關文件指 競爭局專員認為 即使他們出售Freedom 亦無法抵消兩間公司合併 對本國公司競爭環境所帶來的損害 競爭局更加指 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即使沒有Freedom 新公司在業界的影響力亦都十分之大 將會嚴重削弱其他流動通訊公司 在本國的競爭力 羅渣士和肖市的收購計劃 需要得到聯邦創新 科學及經濟發展部 競爭局和視訊委員會同意 視訊委員會早前已經批准兩間企業 在廣播業務的有條件收購 羅渣士和肖市的股價 今日分別跌0.82%和3.9% 好 好 好